朝鮮与韩国今天上午在边境板门店内举行会谈 协商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4月底高峰会的日期与细节 目前已经确定双方将在4月27日召开首脑会议 金正恩渴望成为两韩分裂以后 首位进入韩国的朝鲜领导人 意义相当深远 今天朝韩两国召开会谈 终于将高峰会的日期拍板定案 朝鲜与会人员包含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副委员长田中秀 祖国和平统一部部长金命一 韩国方则由统一部长官赵明君 次官千海城和清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 迎永灿出席 下周三双方官员将会再度会面举行工作会议 旧礼宾警卫新闻报导等等的细节进行讨论 而最终将会在4月27号板门店的和平之家 举行两国十多年来的首场高峰会 文在寅与金正恩的会面将是朝韩第三次高峰会 这次峰会有机会解决朝鲜的核议题 先前文在寅与金正恩两人同意热线 以缓和军事紧张情势并密切合作在峰会前谈话 朝鲜也承诺将在对话期间暂停核武与飞弹试验计划 若政策的安全获得保障 就没有使用核武的必要 有别于2000年跟2007年的峰会都在朝鲜平壤举行 第三次高峰会将首度在韩国境内举办 这次的会议将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情势 意义相当重大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